嗯, 原來不知不覺沒有去日本已經四年了 有沒有像我那樣好掛著大阪燒和炒麵呢? 熱辣辣香噴噴加上醬汁 嗯, 就是最懷念的了 不如幫自己做個吧 如果想要傳統日式風味 在家裡也可以做到的 首先, 我們把半個椰菜切碎 切碎一點, 燒餅會容易煎一點 我們再將五塊椰菜搭起 隨意切成大塊 這一份是留起炒麵用的 洋蔥半個切絲 甘筍也是切絲 這個是新鮮的淮山 我們會跑成蛹, 將它變成糊狀 冬菇切片 蔥切斷 煙肉切片 通常燒餅會用日式的Dashi清湯 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我會用鯨魚汁或冷麵汁來代替 麵粉加入鹽, 糖和雞蛋 逐少加入鯨魚汁開盛的水 還有淮山蓉 紅薑絲 紅薑絲 椰菜碎 攪勻 像這個狀態一樣 就可以了 首先, 燒熱鑊 鑊 鑊熱後, 可以加少許油 掃勻 就可以了 可以很隨意地放入麵漿 就算形狀不好, 立即可以修正 如果你想炒得夠香, 有鑊氣 鑊真的很重要 我這次用了熟鐵鑊 一點都不像鑊 夠香 做完大板燒 開始炒麵了 不用洗 繼續用這隻鑊 加少許油爆洋蔥 再下煙肉 接著就是加甘筍 加上椰菜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少許鹽和黑椒 加上冬菇和蔥 炒到香噴噴 接著就可以下麵了 再加入炒麵醬 快速地炒鬆 哇 幾下手勢 這樣就炒好了 看到都知道很好吃 夠了鑊氣 上碟了 掃點炒麵醬 加大黃醬 加上木魚碎 海苔碎 和紅薑 吃得了 最掛念的味道 就在你的眼前 要滿足自己 其實很簡單 快點做過來吃一下 就讓我們來吃一下 到現在 我們下廊了 我們下廊了 請回家 去下廊了 我們下廊了 我們下廊了